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星期二一表示 東部城市巴克穆特的局勢政策變得越來越艱壓 烏軍和俄軍在當地進行了激烈的戰鬥 扎蓮斯基星期一在每晚視頻講話當中說 局勢政策變得越來越複雜 他表示俄軍政策不斷摧毀能夠用來保護我們陣地的所有一切 俄羅斯一直在加強對烏克蘭東部多處個區域的進攻 包括頓涅磁合州的嚴抗城鎮巴克穆特 這座已經淪為是廢墟的城鎮曾經有7萬5千人口 路透社報導說俄軍在巴克穆特以北以南取得了一些進展 他們試圖包圍這座城市並且切斷城內烏軍的退路 而與此同時雖然美國最新的評估認為目前不適宜向 烏克蘭提供X6戰鬥機 但烏克蘭時期一繼續推動盟國向軍軍 踏攻這篇鐵戰機